好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本台特医评论员滕建群先生 欢迎滕建群 你好 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 牛新春先生 欢迎 你好 那其实从昨天的节目到现在 24小时过去了 我们一直在说 现在离异冲突似乎是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 但是呢 刚才在短片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 几乎是在同一天 包括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的看守政府都说了 不打算打这样的全面战争 说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那这是否意味着双方此时此刻可能都会退一步呢 往后退的可能性并不让 特别是以色列 因为在格兰高的预期之后呢 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色列国防军 还是内塔亚亚国政府 都表现出这种要报复要报仇的这种这个态势 那么现在为什么说不能打全面战争呢 我觉得各有自己的考虑 从黎巴嫩来看的话 还显然不想着把战火烧到自己国家 特别是包括首都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呢 一些技术设施呢 被以军摧毁 这显然呢 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而且黎巴嫩军事党能不能扛得住 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进攻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 它现在报复呢 它肯定要进行 但是呢 它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种这个准备 你比方说在5月初的时候呢 以色列就公布了北方作战计划 那么它其实早就有了对付这个 黎巴嫩尊主党的作战计划 借着这样一个事件来这个借题发挥 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但是呢 以色列国防军现在很多高级将领都认为 现在不能打 那么它没有准备好 所以现在爆发全面战争呢 我相信以色列呢 也没有根本的准备 同时呢 在这个以色列 特别在加沙地带作战行动 也极大地牵制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作战力量 所以统合起来看的话 黎巴嫩确实不想打 因为它可能会知道 这一场冲突 如果说全面爆发的话 是一个全面性 对于这个黎巴嫩呢 是彻底性的一种摧毁 但是呢 对以色列来看的话 它肯定要会采取行动 但是呢 它现在又不能贸然地出手 其实我们看呢 比方说去年10月7号 对当时来看的话 尼塔尼亚服就三个月解决问题 但现在打了就八个多月了 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以色列国防军能力 有没有在这个北边 开辟一个战场 这应该说是以色列 现在表示不愿意 这个发动前面战争 主要的困难 主要障碍 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冲突 爆发以后 我们看到尼塔尼亚服 是立刻结束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出访行程 回到了以色列国内 并且召开了这样的一个内阁会议 那召开会议之后 29号 它也去到格兰高地 这样一个事发地的现场 遭到当地民众的这样一个抗议 另外短篇结尾的时候 也谈到了说 他和现在的国防部长加安特 可能有一些分歧 那这些因素 细节会否影响到 整个以色列 对于黎巴嫩 珍珠党的一些行动 它应该会是 有一定的影响的 以色列现在国内 确实矛盾比较多 矛盾比较大 那么第一个就是 军方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以色列政坛上 军方和政府的矛盾 其实并不多见 因为在以色列 军队是一支独立性和专业性 很前的机构 那么但是这一届 内塔尼亚湖的政府不一样 就从一上台 军队就跟政府之间 关系不是特别融洽 就在去年年初 内塔尼亚湖 搞司法改革的时候 涉及到军队里边好多人 特别是军队里的预备 反对司法改革 然后当时加兰特 跟内塔尼亚湖 关系就特别紧张 实际上内塔尼亚湖 当时已经决定说 要把加兰特免掉了 后来因为听到国内 跟党内的反对声音太高 他才收回成名 那么从去年10月7号到现在 加兰特跟内塔尼亚湖 一直在加沙中途的问题上 有很多的不同意见 最近几天又有消息传出来 说内塔尼亚湖 又要把加兰特免掉了 结果这次是发生了 内塔尼亚湖说 我还在美国没回来的时候 因为星期六的事情 那个加兰特就私自开会 召集军队的军官 说部署任务 说是越权了 这是军队和政府的矛盾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内部 右翼的和政府的 那个主流派之间的矛盾 就在昨天还发生了 政府的右翼的部长 和一群右翼人士 去冲击了军队的看守所 那么军队的右翼 在离异问题冲突上的立场 右翼一直要求 立即对地方论 政治党发动全面的战争 这一次事件出来之后 右翼更是要求这样 就在内塔尼亚湖 从美国回来之后 开安全内阁的会议上 最后投票的时候 右翼的两个部长都弃权 没有投票 就可见他们跟政府之间 矛盾还是很大的 那么第三个矛盾就是 以色列北部的老百姓 跟以色列全国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全国老百姓 现在还是不愿意 对礼拜论真主党 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因为担心以色列 遭受更大的损失 但是北部的人要求 立刻采取大规模的 甚至全面的战争 就像您刚才说的 内塔尼亚湖去北部参加现场 去参加那个视察 结果受到当地老百姓的 大规模的抗议 所以这些矛盾是会影响到 以色列的决策的 那么有关这以色列方面的 一些最新消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总台驻伊路撒冷记者赵斌 在两小时左右前 刚刚传回了短片 来看一下 截至当地时间30号白天 以色列方面似乎还没有开始 其所谓针对黎巴嫩 真主党的大规模猛烈报复行动 在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 以军称其通过战机 无人机以及远程火炮 对离南部的7个地区 发动袭击 打死一名离真主党成员 并摧毁部分军事基础设施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 以军还空袭摧毁了 叙利亚境内的一处防空设施 媒体认为 这些袭击行动呢 更像是在为 以军大规模的行动来清扫障碍 此前无论是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还是以色列的军方 都表示将对黎巴嫩 正主党做出强力的回击 但都没有披露行动将如何展开 当地媒体援引以官员的话称 以军正在为可能 持续数天的激烈冲突做准备 并且呢 以色列一直希望 迫使黎巴嫩正主党撤离到 黎巴嫩利塔尼和以北 也就是距离双方临时边界 约30公里外的地区 但是不希望其军事行动 升级为两国的全面冲突 特别是与哈马斯武装相比 离真主党拥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 因此以军目前似乎仍在对其行动 进行精密部署 与此同时联合国 美国 法国等也在进行紧急外交斡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9号 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话 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同时敦促不要采取 使冲突升级的措施 当地媒体称 黎真主党也收到相关斡旋方的要求 希望其不要对以色列可能的袭击 作出回应 但黎真主党已经表示了拒绝 值得注意的是 29号发生在以色列中部和南部的 以内部冲突事件 似乎对以军军事行动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由于以色列法院和军方 准备就以军士兵虐待其关押的 巴勒斯坦人事件进行审查 并因此逮捕9名以军士兵 引发了以色列极右翼人士的强烈抗议 上千人先后冲击以军的两处军事基地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 相关活动已经严重危害以色列的安全 包括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在内的 以军高级将领 不得不终止有关对离军事行动的讨论 连夜处理相关事件 但是直到30号白天 虽然相关人员已经散去 但是这一事件仍然在以色列政府军队 以及以色列极右翼部长 本格沃尔领导的警察部门三方之间 就如何处理责任承担等问题继续发酵 那这势必会对以军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 但也有当地媒体认为 不排除以政府将尽快发动 对离军事行动 以转移国内的相关矛盾 总台记者赵斌 耶路撒冷报道 好的 一方面感谢赵斌带回的前线报道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 其实他谈到很多的细节 那我们看到当地媒体也有种说法 说目前这种平静 似乎是在暴风雨 骤雨到来之前的平静 那我们昨天也在节目当中说到 说内塔尼亚胡说的 这次袭击会让尼巴能珍珠党付出 相对大的一个代价 那这个大的代价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代价 但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行动 似乎还没有展开 那李先生您觉得 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的起点 会在什么时候 这个节点会选择在什么契机 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判断 他说在哪一天在几点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不会很远 应该就在几天之内 根据以色列以前的作战习惯 他的报复应该是很快的 那么这次有一个不同 就是跟尼巴能珍珠党 以色列还是希望给外交 来留下一定的时间 就像刚才在短片里面 前方记者说的 以色列的最终目标还是两个 一个是要尼巴能珍珠党 退回到利塔尼河以北 也就是说离以边境 29公里以北 另外一个是尼巴能珍珠党 要承诺以后不再袭击以色列了 那么这次 以色列现在手里实际上 是拿了一张大牌了 就是未来几天 以色列什么时候打 怎么打 多大规模的打 以色列掌握了主动权了 所以以色列要利用这张牌 来在外交上得到一些东西 用以色列人的话来说 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 并且尼巴能政府这边 传来的消息说 尼巴能珍珠党 是有可能答应这些条件的 如果有可能答应 那么以色列的打击的规模 有可能就是现正性 如果说达不成这样的 外交上的协议 那么以色列对尼巴能珍珠党的 打击它可能有几个层次 就是最低层次 就是对尼巴能的领导人 进行定点清除 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美国打击伊拉克民兵 就把伊拉克珍珠党的司令 定点清除了 这个是最精准的规模 也最小的 那么第二个层次 就是对尼巴能珍珠党的军事目标 进行打击 对兵工厂 什么指挥署 雷达战这些 就像最近几个月 美军队胡塞武装的打击一样 那么第三个打击的层次 就是对民运的设施 比如机场 桥梁 港口 能源仓库 这些打击 就像上一次 以色列军队对野蒙胡塞武装的打击一样 其实不管是这三个层次的打击 采取哪个层次的 事先都需要精准的情报 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掌握 刚才林运人谈到了 不同形式 不同层次的打击 那我们看到 其实有外媒报道说 黎巴能珍珠党 已经部分从黎巴能南部的 贝卡古地的阵地撤出 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遭到 以色列军方打击的一个目标的地点 那目前来看 包括刚才短片也谈到了说 是这种以军的一些无人机 空中打击的形式 那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在正式开启 这种报复行动之后 会有这种大面积的更多形式的打击 另外如果以军进行 所谓的报复行动之后 黎巴能珍珠党会怎么样回击 从黎巴能珍珠党撤出 贝卡古地等相关区域的 这个兵力部署来说的话 它会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 就向以色列做出一种妥协 因为以色列说了 你得往后撤 后撤30公里 然后呢我才不打你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它其实保护自己的有胜力量 毕竟呢 在这个地方架起来的枪炮 很容易被以色列国防军 定点地给它干掉 所以它往后撤一下的话 把以军地面部阵 如果能吸引进来的话 那它可以发挥 它这种近战的 这种这个作战能力 所以黎巴能珍珠党来看 它有自己的战术 有自己的考虑 那么从怎么打的方向来看 我觉得第一呢 还是要对黎巴能珍珠党的 高级领导人 或者是军事指挥官呢 继续定点清除 这是以色列最近短时间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包括刚才讲的 这个争取党的最高指挥官 被这个阐首了 那么第二方面呢 就是清除靠近 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一些 像这个导弹啊 火箭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这个无人机阵地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这个摧毁 它对于以色列境内目标打 但是这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以色列的本土 现在并不是一个 这个天衣无缝的这样一个阵子 之前伊朗用导弹 用无人机打过 这个以色列本土 而且胡塞武装呢 也通过无人机 长途奔袭 2000公里 那么对于这个 特拉维夫也进行了打击 所以现在以色列 面临这个困境来看的话 不单单是怎么样 清除在 里巴勒南边的 珍珠党的问题 它更多呢 面临着这个 更多的包括无人机 包括导弹的这种打击 所以它现在来看的话 它肯定 如果说发起攻击的话 第二个重要目标 就是这个靠近 边境地区的相关的 一些重要的说法 包括雷达阵地 包括导弹阵地 所以一定要把它 给这个打下去 那么之后呢 要不要派地面部队 这是一个关键地方 其实我们看这个 哈马斯和以色列 冲突来说的话 他本来想着 就是10月7号 被那个哈马斯给打了 他本来当时就想进去 结果呢 一准备 准备了一个月 有后勤准备 有炮弹准备 地面部队准备 所以如果是真的 跟那个 里巴勒南共产党来打的话 我相信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就全面再能往推的话 也可能是不够 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呢 也在进行斡旋 向以色列方面施压 那要求以色列方面呢 不要打击 里巴嫩的首都等要地 而这个时候呢 土耳其中海尔多安的 一番话呢 使得以色列和土耳其 隔空开始交锋 来看短片 不希望局势升级 那现在看到一些更新 就好像更加具体化了 比如说美方说 不希望以色列 对于里巴嫩的首都 贝鲁特展开这样的攻击 也不希望以色列 袭击里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 贝鲁特这样南部地区 那这是否意味着 美国在更多的干预这件事情 在进行一个 所谓的限制 划一个范围 另外的话 以色列方面 是否会按照美国的方向走下去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 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 对报复的规模上 确实有一定的分歧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应该看到 美国和以色列 它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它的根本目标也是一致的 就在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和以色列 都希望最大程度的削弱真主党 甚至消灭真主党 美国和以色列 都是把真主党界定 为恐怖主席 恐怖主义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它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么具体到这一次 对礼拜论真主党的报复 实际上美伊之间的目标 也是一致的 那么美国现在说 你可以报复 但是你不要引起 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 那么以色列的目标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就在星期天 内塔尼亚胡 从美国回来之后 以色列安全内阁 开了四个小时的会 最后做出的决定 就是授权内塔尼亚胡 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这两个人来掌握 对礼拜论真主党 报复的时间和规模 那么它的基本原则就是 要对礼拜论真主党 形成沉重的打击 但是又不引起全面的战争 实际上这也是美国的目标 属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对以色列来说 它有两个不可困的因素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斗争 就是我们刚才前边谈到的 可能会迫使内塔尼亚胡 做出非理性的 不符合以色列利益的决定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存途 另外一个就是 以色列和美国 现在想做的就是说 以色列可以沉重地 打击礼拜论真主党 但是黎巴论真主党的反报复 不要引起全面的战争 那么黎巴论真主党 不一定这样做 黎巴论真主党 可能也想对以色列 形成大规模的报复 所以最后可能就 那个冲突螺旋式的升级 冲突失控 所以这两种可能性是有的 那在多国展开外交的同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番话 格外让大家关注到 他说什么呢 他说有可能会土耳其 会派进军到这个以色列 另外呢他还说了 说如果说 土耳其的军事工业 非常强大的话 巴勒斯坦不会遭到 以色列方面的助亲 那这番话其实也引起了 以色列方面的 很多的一些回应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 从包括这样的 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在当年的11月4号 土耳其就召回了 驻以色列的大使 那也是在力挺巴勒斯坦 那怎么看在这个节点之下 埃尔多这番表态 埃尔多这番表态呢 他有两个方面的含意 第一个方面就显示 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呢 在整个一个中东地区 他的这个地位 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他一定要参与到 这个相关事务当中 包括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 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 我们看到 埃尔多安呢 一直站在 内塔尼多对立面 所以现在打口水战的 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么这次为什么讲这么狠呢 就是说 可以派土耳其部队进以色列呢 他主要是强调 国内的军工企业的给力 他表扬这个自己军工企业 挺给力的 包括在叙利亚 在这个几个地方 那么表现得很给力 但是呢 他认为不够 那么军工企业呢 他的加把劲 从而保证了以色列的 以色列现在面对土耳其来看的话 他也可以有这种威慑能力 那么土耳其呢 他的这个军工企业呢 给这个土耳其军队呢 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所以呢 在这个地区呢 土耳其呢 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保证他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 这个呼唤唤语 所以这是埃尔多安的一个表现 至于说进不进去 我觉得目前来看 他没有这种考虑 就是目前形势来看的话 可能这样一个表态 震慑意味更浓重一些 但是不会马上有紧接的行动 那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这样一个离异出通的进展 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师 来做详细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再会